247. 信報財經新聞 嚴皇委曲求全老總型被迫離任 2015年7月18日兩岸消息A10被稱為是中國體制內自由派開幕嚴皇春秋 其總編楊繼省 更一被迫離任 該雜誌編委會成員李大同指出 當局更以停發退休金逼令楊繼省離開 楊繼省在7月1日被迫離職的前一天 分別涉及嚴皇春秋社委會及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的兩封信 也在內地的社交媒體上傳播 在名為向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的最後陳述的信中 楊繼省透露 對被當局指稱2015年前四期共刊登86篇文章 其中就有37篇文章被當局警告違規 並發出警示通知書稱為《反十五條報備令》 楊繼省在社給嚴皇春秋社委會的告別信中表示 嚴皇春秋委料變通 道道政社掌爭歸納白不碰 六四 三權分立 軍隊國家化 法輪功 現任中共國家領導人及其家屬 民族問題 外交問題等 以委曲求全 但依然被壓制 嚴皇春秋集至於1991年蒼刊 因主張黨內各項改革而備受關注 兩岸消息嚴皇委曲求全老總形被迫離任 詞維拉徹